第五場,五班跑了1,800米 這次的賽事也是比較長途的一場賽事 大家考驗一下3T的頭關 記住,因為這次跑了11場,第五場才是3T的頭關 這場馬其實都有點勾頭 因為昨晚的1,800 這次跑出來好像3大熱門一樣 但是是否實在沿途猜到的步速一定是這樣的呢? 暫時不猜都要猜 因為一定要立一點論去量度這場賽事 我猜放途馬是不多的 放在前面應該都是陳嘉宇的衝勁 但這次有三檔,希望出閘順利就可以跟到前 但其實其餘的馬,很多都是比較慢速 或者組短比較慢 小奇妙可能都會跟前 會不會轉彎一堆呢? 反而今場我選了一些可以在外檔 蓋上來和懂得中斷變奏的騎士 就是潘頓莫雷拉 他們的座騎三馬勁進飛鷹 其實就好像衝衝再出 其實3月31日報名,沈拿就陰功了 腳傷就跑不了 結果再賺到一個星期 因為他太力氣在神操紀錄中 其實他在神操紀錄中也沒有停 可以順帶一提,我們最近更新了神操紀錄 有好像日曆式 今天在排位日是4月11日 星期內再有一個貨大操 大圈操練 大圈操練是比亞潘頓過檔做的 那貨走勢也挺吸引人 其實上次我都很喜歡這隻敬盡飛鷹 這次他就是步跑1800 但可能步速方面 不算太快 可能起人要求都還未可以 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之前好像說他跑了1600 但你不要忘記 上一場395 步速相當快 他可以這樣追上來 應該都可以應付到1800 甚至大家看看331那一場 再看這一場 就是可以看到 贏了一隻火天大友 現在火天大友就在第二位 後一點 稍後走二三碟的就是敬盡飛鷹 再看這一場 就可以告訴大家 輸給管之星的上一場 快步速都可以爆 而萬步速 他沿途走蝕了三碟和萬步速 他都可以爆上來 雖然說,嘩! 火天大友這場贏了第四 但是這次是潘頓 可能走在上面 更加精靈過田太安 入到直路 先在前面走一組的 火天大友和唐痴豆 鬥爬都贏了你們 新界之星也是跟著原地踏步第三 競進飛鷹 追上來是有點小的 但是奈何的彎位法力 他不夠果斷 看看這次用到潘頓 這隻馬 他回來是逐步逐步的 琴上是有的 新界之星剛剛也贏了 潘頓 最近好像想發掘多些 新的碼頭也好 或者巨地也好 這隻馬 我想他早就答應了 袁木春風也不跑 劍轉飛鷹加起來 季內的體力上 他真的用得不多 轉到馬房之後 也未交代 看看這隻 麥菲雲寶藏 是不是這場可以 有些機會贏一下 那次算 剛才看過了 火天大友 都會贏馬 和雷神誇下 日晚合作相當好 而且你看到這個統計資料裡 他上一次跑去捕草 捕草 他真的是9比0 可能上山下波 或者不喜歡晚上 晚上他說我要睡覺 不喜歡乘車 跳出香港 所以回到田草 也是適合的 最近試了貨泥閘 你看到他大力吹拆 反應不俗 我覺得你不需要怕 這些長路馬 他比較冷性重 也只是走過來 散開貨閘 看一看 提升 你割續慶賽 以及你出賽 不要再是神貨 優惹身色 所以 這隻火天大友 在路友專長之下 所以 休息期之下 也要他 而第三次要4號馬 零峰 上一場跑捕草 千百米 他的第五 似乎好像 跑了給你看 但這隻馬 上一場 都是虧了一個萬步速 我覺得 還有我有少想 就是 上次的財稅 差點跌下來 都追回第四 今次上來千百 因為上一場 會吸引著眼球 反而 我就 散開馬防 另一匹零峰 他也有長途的氣量 經驗 是入圍的 所以 這隻馬 零峰 在這個階段 我會先後 反其到二人 而財術 因為分 還沒有去到淘汰邊緣 所以 我覺得 還有一些走站位 而第四 選 九號馬的有衝勁 上一場 陳佳 都放得很有節奏 反而 星野之星 過去好像很厲害 我覺得 夏麗賢 手忙腳亂一點 也不一定 希望 這隻有衝勁 還可以 入圍 跑法 叫做機動 不過 以往 少少擔心 就是那種 梅花間足的賽職 但相對 其餘 袁木春風 又鬥口 又容易鬥口 又會被動 華麗賢 上一場 雖然虧了 跑法 但他真的直路 不太追 其餘 我真的覺得 所以在左秤右秤之下 就放回有衝勁 做第四旋 第五場選擇 選擇了 三號馬的勁進飛鷹 十號火天大友 四號靈峰 和九號馬有衝勁 好嗎 好嗎 有門 左衣 還有剛好 雖然 那 有 從 梅燻